众所周知,B站的手办是有一丢丢小贵的 可能购买起来有些许的吃力 那么如何以4元的价格得到一个质量不错的B站周边呢 故事开始要从普迪根说起 仿若头顶一般没有一丝毛发 将这固定在夹台上 用错刀把它调调成一个方方正正的根 倘若不是有女朋友 看着打磨的过程也有一丢恋爱的味道 说白了,也不过是看着还烈火般的搓磨 随着时间的流逝 摄像机厌倦了一成不变的视角 更换的角度依旧体现着不露脸,不吓人的原则 丑,自己知道就好 而此时,我们手中的菩提根已不再青涩 远远的身躯已被错成一个方形 逐渐的变成了我们想要的样子 一会儿之间,雏形已经完成 剩余的边角可以用砂纸磨掉 也许菩提根与错刀就像爱情 以为自己是对方的唯一 直到,懂得了坚强 用从妹妹书包里抢来的支持跟铅笔 在菩提根表面画出想要的表情 当然你也可以去抢弟弟的铅笔 画小电视的表情时要传扬 萎靡下垂的眼角 还有那不知怎么形容的嘴巴 完美,perfect 那么哪里能搞到小电视的表情呢 在你观看视频的下方 长按三秒大拇指 获得DIY成功率加成buff 点击一个名叫关注的按钮 获得永久加成 然后打开私信 在发送消息中找到你喜欢的表情 随便发句话 观察一下表情的效果 据说点关注的会 英俊小杂风流体挡 与朱莉佛在高霸的文武 双下真正如雅 成于乐园 必为秀华得喝热水 雕刻前把铺提根泡在水里几分钟 用不了多久 它坚硬的外表就会变得柔软 这样刻得便可以轻易地刻出表情 别忘了更换多种刀具 这样可以假装是雕刻高手 并且没有丝毫的焦柔造作 画线 找点 打孔 下面制作小店是头顶的黑色棒状物 用普通话来说就是 夹紧 切割 打磨 用刚才的木屑填补布布地根刻痕 嗯 开始有那味儿了 用502温柔的粘合 压实 等待半小时以上让胶水彻底干燥 都说经历挫折才是重生 那我们用600 1000 2000 3000 以及1万的抛光块 让菩提根经历最涅槃的重生 在刚磨好的黑色木棒上涂上浇水 怀着纯洁的心态组装起来 也许 真正的成熟 就在一瞬间 然后再放一副 小陈川 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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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